各位好,这里是OmiGuru视频和一栋高清为您带来的贵州喜酒杯2023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我是这一时段的解说员周冠达 今天要进行的在一号球台啊,是第一阶段第五轮比赛的争夺,乐旋体育集团对阵汕头明润停验潮菜,那汕头明润的林高远将对阵乐旋体育的莫雷高德 也是双方的第二盘争夺,在第一盘的双打比赛当中呢,乐旋体育集团的周宇亮眼宁是3比2的比分战胜了山头明润的李一杰和徐海东 好,来看双方的第一局 2比 2比 2比1 莫莉高德这名选手呢 还是节奏比较快 其实林高远的速度比较快 和莫莉高德的节奏快 这两种快是不同的快 那莫莉高德呢 他也是很喜欢在发球轮次的阶段 以这种长球为主 所以今天对于林高远来说 一定要准备好这种底线长球的处理 2比3 3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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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3 4比4 4比4 5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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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一分的 连续和闲见啊 林茵远做的非常的快 所以也没有给 木连高的太多的机会 去把这个球 线路撑的更长 还是用速度去压制了对方的节奏 4比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女士 5比9 5比10 一比赛 凌方眼中 第一局后呢 看双方投入的速度都很快啊 不过林光远在开局相认有一些不利的情况下呢 整个人的调动要更快一些 我觉得在场上球的处理非常的果断 刚刚也在给大家介绍 两个人都是属于比较快的类型 但是呢林光远是速度快 莫雷高德是节奏快 林光远也是在中段开始通过自己的这种连续的快速进攻 压制住了对方的快节奏 以快制快的一种状态 11比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来到了第二局 林光远在坚定快速的同时呢可以有一些节奏的变化 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快快快然后慢再快 这种快慢的对比之后 他的快速的进攻的威胁会更强 有很多的球迷朋友也在几天的比赛当中啊 开玩笑的时候说莫雷高德这一次来到国内参加平潮联赛一直在上大师课 确实啊无论输赢来说这一次的平潮联赛对于莫雷高德是非常好的锻炼 这次来到国内参加平潮联赛对于莫雷高德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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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啊非常的稳健 而且莫雷高德这名选手他容易在比赛遇到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会容易上头 我们说这个上头就是会战术偏乱 然后越打越着急 无畏失误变多 接下来看莫雷高德已经进入到有点上头的情况了 第二局的开局林高远连得六分 六比一 六比一 一比七 一比七 一比八 非常的顺利啊 拿到了八分的领先 现在在 相持段几乎是把莫雷高德限制的死死的 二比十 非常轻松的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非常轻松的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其实我觉得对于莫雷高德来说啊 来参加平朝联赛压力不会很大 和他去打这种国际的比赛啊 包括一些欧洲的联赛来说呢 压力其实应该是最小的 遇到了现在这种非常极端被动的情况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在战术上有更多的变化思考 看两局的比分都相对分差比较大 11比5 11比2 加油 加油 ch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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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輪迫 cricket 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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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打 一比 二比 来到了第三局 莫连高德相信啊 他会进一步的去加强进攻的威胁 因为他这名选手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 无论领先还是落后 他这种 整体的这种进攻的态势是不会变的 三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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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切发球队林光远要再去主动一些 开局后感觉空的偏多了 三比五 三比六 密旋转 稳健的防守 变现 加质量这一板还是没有卡住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分莫连高德的处理很坚定 几乎是在全台的正反手在加质量 四比八 这个一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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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比5 9比5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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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10 7比10 11比7 上段话莫雷高德11比7翻回了一局 在第三局的比赛过程当中 我觉得林高远在开局后 控短有一些过多 控制球做的有些过多 因为本身在大比分林平安落后的情况下 莫莉高德就会选择主动的去发动 积极的去搏杀 那这个时候如果一旦控不住的话 会给对手留下很大的这种搏杀的空间 而且是在开局后被分差拉的过大 所以后半段呢去追分的难度啊 也会比较大 来到了第四局 对于林高远来说 还是要回到前两局这种快速发动的状态当中 一定要抢在前 上手一定要抢在前 第四局比较开始 莫莉高德发球 0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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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1 莫莱高德的空短的球 其实一般 但是他批长的球都很有威胁 他对于长球的感觉 确实要更好一些 这林光远一旦被对手 吸引到这个台内之后 在后续大概率都会 要面对莫莱高德这种 哄长球 一定要注意 可以 允许对手这种球 因为莫莱高德这种反手的弹击 他这种威胁 就是在于这种突然性 而且一旦被他抓住这样上手的机会 上台后得分率也是比较高的 也不要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 精神队拉窝 这个球还是很意外啊 扇过来了一本 六比二 六比二 6比3 4比6 5比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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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1 2 1 低身来到进台的位置,弹击了斜线 这一番很关键 也是逼出了孟雷高德的暂停机会 -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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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pratique! 5比6 好 暫停回来 7比5 5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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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8 连续的正手进攻啊 这个也是我们常说莫雷高德他的威胁 这种上手的坚定度确实比较强 7比8 7比8 9比7 还是批长的底线 9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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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8 9比8 10比8 4比8 9比8 13比7 5比8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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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比赛被带入到了 这个决胜局 其实我们常常说 莫雷高德在比赛当中呢 会有一种上投的情况 但是他的上投会分为有效上投和无效上投 有无效上投的时候呢 就会越打越急 5位15偏多 有效上投呢就是这种感觉来了 你来看在第4局的时候 林老远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也是做得非常的严密坚定 在这种情况下 莫雷高德还能够跟上林老远的 这种快速的场景 然后连续的 取正手的高质量进攻 这就属于有效上投啊 同时我们看三四局的过程当中 林老远自身的5位失误也是出来了一些 三四局的比分是11比7 11比8 3比9 10比7 蓝米 8能 1比oli 3比1 2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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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线位置的一个正手短一个底线长 这种来回的调动发球的变化确实容易让对手有点站不住位 而且他发球这种隐蔽性比较强 很不太去好判断他这个来球的具体的落点 现在是林岡远的暂停 BREAK 不是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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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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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